我们来看一下画虎的作画过程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主要是用水墨 画出虎的基本造型 包括它的身上的虎纹 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这颜色了 这是第二步 把虎的身上先用颜色 把它初步的照一照 然后把地面后面的背景 也是用水墨先来画一画 第二部分画完之后 我们再继续来把它虎的身上 再强调它的深度 以及后面的背景 这是第三步骤 虎基本上完稿了 后面再加上背景的色彩 然后再加上背景的颜色 画虎主要就是三步雀 从木稿到色彩稿到完全画完 必须要经过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来画 这是一幅公笔画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虎的头部特写 虎画的关键是头部深入的刻画 我们来看一下虎头的不同角度 这是一幅透视图形 这里面虎的头形 我们应该像画人物一样 也应该画出它各种造型来 这第一幅是田字形带方 这幅是甲字形 上面大 底下小 这幅固字形 这幅油字形 底下大 上面小 虎头的表情很重要 要把虎画的传绳 光画的像 形还不够 要注意看